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五十一集 你人都是我的 有你家钥匙不是很正常吗 纪正婷好整以下地说道 宋清晨嘴角一筹 你 你走吧 反正也说不过他 干脆就不说了 纪正婷又上前一步 两个人的距离瞬间变零 不等宋清晨逃 说实话也无处可逃 纪正婷挑起他的下巴 舍得 宋清晨发誓 就没见过像纪先生这样 没羞没臊的男人 当然舍得 我早就罢不得你马上走 立刻马上原地消失才好 这张小嘴越来越不乖了 他的拇指在宋清晨的唇瓣上 轻轻地磨缩着 眸丝按了按 宋清晨觉得 唇瓣在他的指腹下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烫 像是要烧起来了 烧得他唇瓣发干 小香舍不自觉地 探出来舔了舔唇瓣 但是 这样的举动做出来之后 他就在心里把自己 骂了一百遍 果不其然 男人玩味地笑了笑 现在想原地消失的人 是宋清晨 纪正婷觉得 小孩这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照着他的小红唇 就吻了过去 而这个结果 是宋清晨意料中的 只是 他不会以为 自己刚才无意间的举动 是在勾引他吧 要命 妈咪 小包子突然就冲了出来 以至于 还在热吻中的两个人 就那么赤裸裸地 暴露在了孩子面前 宋清晨想死的心都有了 缩在男人怀里 不敢露出脸来 纪正婷摆着一张臭脸 冷盯了一眼 门口一脸梦圈的小包子 爸比 你跟妈咪这是在玩亲亲吗 小包子 直接把某人那记冷眼 给忽视了 探出小脑袋 满脸好奇地问着 臭小子 知道还来问 纪正婷倒是无所谓 关键是 某人恨不得要缩进洞里去了 第二天 宋清晨带着小包子 出门去买食材 他带着孩子 去了以前自己去过的超市 然后又去菜市场 在超市寻觅了一些零食 又在菜市场 寻觅了一大包海鲜 小包子 是真的特别爱吃海鲜 每次听说做好吃的 他第一个问的 就是是不是海鲜大餐 其实 小孩子吃太多海鲜不好 主要是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那边的海鲜比较贵 他又没时间给孩子做 每次孩子 都是看着别人家的小朋友 抓着一个大蟹脚 在手里啃着 而小包子 只能在边上看着咽口水 后来 在小包子的心目中 自然而然地 就形成了一种概念 好吃的 就是海鲜 大王蟹 不过孩子身体倒是很棒 对海鲜从来不过敏 而且每次 消化得都特别好 实打实的一个小吃货 他们正打算回家的时候 宋清晨有电话进来 他将大包小包的东西放下 从包里掏出手机 是苏语打来的 他接起来贴在耳边 喂 苏语 周末也这么忙 电话都不接 宋清晨不接 难道他刚刚打电话 自己没听到 宋清晨连忙将电话 拿下来看了一下 还真是有个未接来电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在菜市场里 人比较多 所以没听见 准备做好吃的 麻烦想吃海鲜了 我给他买了一点 我可以过来蹭饭吗 只要你不嫌弃我的手艺 当然是欢迎了 你把位置发到我手机上 我过来接你们 不用了吧 我们离得不远 走一会就到家了 外面现在变天了 可能还会下雪 我也就在你们附近 那好吧 你开车当心点 好 那我先挂了 结束了通话 宋清晨给苏语 发了个定位过去 小包子牵着妈咪的手问道 妈咪啊 是苏叔叔要过来 给我们做好吃的吗 不是过来给我们做好吃的 是妈咪给苏叔叔做好吃的 每次都是苏语给他们做好吃的 小包子现在都习惯了 听到苏语要过来 就只记得做好吃的了 把鼻又要吃醋了 不许胡说 我才没有胡说 把鼻每次听到苏叔叔都是这样的 小包子鼓着小脸 做出一个很虎着脸的表情 那样子 宋清晨都给他逗笑了 不过 心间却微微晾开一圈温热的涟漪 那种感觉 让他又窃喜又惆怅 窃喜纪正廷的心里还有自己 至少昨天两个人擦出火花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能感受到曾经那种感觉 那种默契 惆怅的是 他们现在到底是以怎样的关系 又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会和好如初吗 可是 季正廷不是已经在筹备订婚了吗 那天他被女人过生日的误会已经解开了 而那个女人的行为 只能证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 而且那个女人应该也知道他这个人 所以当时才那么说的吧 苏宇真的很快就到了 结果 宋青城又去海鲜摊上加了两个菜 原本买的是母子两个餐 这会儿多了个人 不够吃就尴尬了 苏宇在门口停好车 进来帮他拿东西 你干嘛还下车来啊 我说了三分钟就好了的 你拿这么多东西 还要带个孩子 也是不容易 现在人贩子多 你得把孩子牵好了 苏宇将宋青城手里的东西 全部拿过来 提在手里 又跟他说 你把孩子带好就行了 宋青城应了一声 牵着孩子跟在他旁边 到家之后 宋青城开门 先把东西都拿进去 海鲜直接送进厨房 不然会弄得到处都是水 出来的时候 却看到苏宇还站在门口 宋青城一边收拾零食 一边问他 你怎么不进来啊 那个 拖鞋你都收起来了吗 苏宇站在那儿 有点尴尬 他也不想站在门口 关键是 他把鞋柜找了两遍 愣是没找到 自己上次买的那双男士拖鞋 啊 不在里面吗 宋青城有些奇怪 就走过来找了一下 鞋柜其实也不大 就他和孩子的几双鞋 几乎一目了然 奇怪了 还真没有男士拖鞋 唯一的一双 还是纪正廷穿过的那双 宋青城将鞋柜关上 一头雾水 我这次会不回来 我这次会不回来 这次会不回来